这尊雕像被誉为是卢浮宫的正宫三宝之一 是希腊化时期的原作 它原本描绘的是被古希腊人称为尼凯的圣灵女神 昂首站立在战船传手 右手高高举起胜利的号角 向人们宣告战争的捷报 根据一些风格鲜明的雕刻细节 研究学者认为这尊雕像是罗蒂安人雕刻的 但很可惜的是在1863年 它被重新发现的时候 雕像已经散落成了无数的碎片 有些碎片一直就没有找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圣灵女神脚下的底座是近代制作的 它的右翼也是根据左翼而制作的石膏复制品 我们可以看到这雕像的摆放具有鲜明的舞台效果 高掌的栓翼和迎风舒展的衣裙 都体现了希腊化时代的艺术风格 此外人体的比例 身形姿态 衣服皱褶的雕刻手法 以及动作的伸展 都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 惠宁时间法国巴黎 感谢观看